哎呦你看看时光匆匆的飞逝 不过据说吴一华现在也不会用中文表达了 英文也不会讲 回来以后真的大概是跑不掉 要匕首画脚一阵子了 而且现在已经长到了这个18岁了 这中间呢据说吴一华 也是经历过了青春叛逆的时期 不但翘课交女朋友晚上还会跑出去 但是经过了德国籍养父母的照料呢 现在已经回去乖乖上学了 预计年底回台湾来第一站 就会选在爸爸的故乡高雄且定 农眉大眼长相帅俊 你还认得出他是巴西混血儿 吴一华吗 今年已经18岁了 回到巴西九年多长大了也经历过 年少青春叛逆 不但翘课而且喜欢交女朋友 他他在应该是在十岁不到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他有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比他大一点点 那晚上他又跑经常跑出去 就是担心吴一华会学坏 帮助他的天主教不爱基金会 帮他找了教育背景的德籍养父母 严厉的教育之下 终于让吴一华回归正轨 台语他应该是不大会讲的 只会听我们跟他讲说 你吃饭不饭 三个字他应该是绝对不会忘掉 就是吴一华这三个字 他写得很好 中文有点生疏 但永远不忘的是在台湾那些年 短短18年他经历过人生的生离死别 吴一华回台首站 选在爸爸的故乡 久别了将近十年 告诉大家我回来了 记者曾一占 陈俊杰 台北采访报道